民視社區居民收到公告 上頭寫著9月開始停止收垃圾服務 原因是住戶垃圾分類不確實 公告說收集公司要做二次分類 業者增加垃圾貸成本 在馬路邊分類 也遭其他民眾檢舉被罰款 上口馬路上的確留下一片污垢 清運業者就是把收來的垃圾 在人行道和路面進行分類處理 除了週三和週日沒收 一個禮拜來5天 時間落在下午4點到6點左右 照這個時間去找 這樣子比較方便 因為這樣子我們放著它收走 不然我們兩個都那麼老了 只要就是要單手那腳拿去走 居民說清運業者負責收周邊公寓垃圾 每戶兩個月收500元 費用不貴 垃圾放在一樓大門內的空間 業者會開門收走 現在業者停收不續約 民眾要自己追清結隊垃圾車 固定三個時段 附近有三個地點 公告要大家自行拿去丟 別放樓梯間 如果說它有夾帶回收 我們是可以拒收的 業者如果沒有做好 所謂的分類的工作 那任意排出 那我們還是以費心法第12條 還有50條來罰款 因為是民間清運業者 所以等同買賣契約 業者已經沒有繼續收費 所以終止服務沒有問題 過去在新北三重某大樓 也因為部分住戶垃圾分類 與垃圾放置的習慣不佳 調整垃圾回收室開放時間 每天限兩個時段 住戶說的確有因此減少垃圾量 大家也更確實分類 民間業者清運垃圾 如果混雜回收物 最高會被罰6000元 不得不終止服務 避免被開罰 TVBS新聞綜合報導